受到疫情的衝擊 百貨業者苦哈哈 因為我們都知道 他們的美食街 因為疫情的影響 之前都不開放內用 所以營業額都大受影響了 所以當然 他們也要趁著這個 5倍券推出的時候 一起搭上這個商機 我們現在就帶您來總整理一下 第一個要帶您來看的是 微風廣場 它推出了7倍返還的活動 也就是把5倍券變成了7倍 而且還可以獲得 同等6000塊錢的購物金 還有6萬點的點數 還要在加碼送你價值千元的來電裡 另外使用他們的線上系統 完全交易的話 還要滿1000塊 再回饋送你1000點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回饋是更多的 最高可以送到你5000點左右 另外呢 如果你滿額的話 他們還會加碼的幫你抽獎 包括了知名的行李箱 還有最新的手機 都是他們的獎項名額當中 再來是星光三月 他們是搭上了週年慶 但其實這週年慶是特別往後延後到10月7號的 因為這樣子才有辦法搭上這一波的5倍券商機 所以像是紙本跟數位 他們都有推出優惠 紙本的5倍券 如果你單筆滿了5000塊錢 他送你500元 但是如果是數位的5倍券綁定的話 他再多送你500塊錢 也就是加起來就是5000送1000 而且是會員的話 還加碼再抽出5萬塊錢的電子贈品 也就是把5倍券的價值 等同於放大了10倍 再來是台北101 也可以看到他有針對紙本 以及數位的5倍券都做出了優惠 也就是你買了5000塊錢 他送你500元的敵用券 比較特別的是呢 像是他們有特別針對 之前疫情受到衝擊 比較慘的一些貴位 像是餐飲美食街以及伴手禮等等 他要再加碼送你10倍的點數 那至於SOGO目前還沒有公佈 他們跟5倍券的優惠活動 但是這一些百貨業者 現在推出這類的好康 已經掀起了熱議